叫好禮喔 叫好禮 當你懂得了 體諒 你的生活再也不會惆悵 當你明白了 這道理 你心情將會更開朗 從事實來講 爸爸是一位不負傑喝 還會打媽媽的男人 所以他不叫過爸爸 也不會跟他來往 因為這樣 甚至影響到事實的婚姻和生活 他有辦法打開自己的心格 我們就趕緊來看今天的故事 就是做的錯事啊 要設火改過彌補 其實罪在哪裡呢 就在自己的心中 既然這個果已經成了 就要用歡喜心來面對 不要再用煩惱包藏住罪孽 否則餓的種子會越長越多 就是要花入懺悔 不隱瞞 才能將煩惱去除 恨的種子 也就是惡的種子 埋在心中沒有去除的話 會累積到永遠 永遠 就是從小時候 累積累積啊 對不對 你如果說 不用歡喜心心面對的話 你是不是 就是讓自己的解永遠都在心中 當然是邊看書會覺得說 有時候 因為上人真的很有智慧 他有時候在講一段經文的時候 他會用到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一些事情 其實有很多篇看到自己的例子 其實《法屁如水》它雖然是一個景點 但是它裡面的內容其實是很生活化的 大家在看書的時候 就有時候可能會想 會看到自己的例子 就像我家裡有這種事 就看到這一種會覺得 就感觸比較深這樣 真正有感受說 爸爸對家庭不負責任是 就是在要讀國中的時候 就是要讀進入同季中學的時候 慢慢就越來越嚴重 然後又看到爸爸幾次回來那種 跟媽媽施暴力那種 就覺得真的齁 那就開始慢慢可能就累積累積 因為我 其實爸爸的一些習性是不太好 當然我是沒有跟他住在一起 到什麼 就只知道他給我的印象 就是會打人 會賭博 會喝酒 就是 對家裡就是那種沒有責任的人 你是打零工 他是打零工 他是工作沒有一定的地方 就等於是打零工啦 譬如說人家叫我去到這種連米場啊 我叫去搬什麼東西 就是搬運工什麼的 就是人家叫就去坐 我爸爸都是 我不是跟你說 他都一出去都不曉得回來 那我媽媽是住在我外婆家在搁 搁一個另外一個 可能要搁幾條道路啦 他住的是頭到處 是那種 像那種租房 但是那裡沒人要住 因為小時候就是跟阿嬤住 所以只知道說看到的 他對家裡就是不負責任 然後也沒有對家裡幫忙什麼 就是印象 就是那個很負面的印象 有時候半夜還會想 當然是不會想我爸爸 都想阿公阿嬤 因為那時候才國中畢業耶 出去又從家一跑到五谷 五谷很遠耶 以前是龍龍女子工商 那時候就是 國中畢的孩子就這樣 就離開家那麼遠 我們當然會想家 但是不是想我父母親啦 是想阿公阿嬤 這個就是我阿公阿嬤 就是他們去參加那個 好像幾十歲什麼婚啦 他們已經 他們現在已經都走了 也是最近這幾年走了 就想說父母親如果能夠就住在一起 一個固定的工作阿 那全家就是可以就是 每天一起吃飯阿 每天可以 那就真的是很好了 就是希望爸爸就是比較能夠 比較會小一點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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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家裡就是帶孩子而已啊 所以盡量都自己做啦 擔心孩子沒有照顧好 而且那時候很重視孩子的成績 跟他直升機媽媽咧 就是盯得很嚴啦 考試的時候我比他還滿 都會坐在旁邊盯他功課 還叫他寫評量什麼的 對孩子就是要求很高 所以我發覺太高不行 孩子現在反而對自己沒信心 然後就陪他們上才育課阿 那時候孩子拼命有學鋼琴阿 送財一般阿 就是希望說自己孩子 能不要輸在起跑點上 那時候的觀念阿 現在我覺得他是錯誤的 孩子你跟他要求帶高 他會壓抑自己 而且 一不好就 就一直就是一直一直 數落他 都沒有給他正向的鼓勵 真的是對孩子不好 我們上來一直說要多祝福孩子 孩子才會越來越好 我覺得確實是這樣 因為這個音樂是透過我親戚的一個女兒 他說實際有不只說就是在接引一些 而且孩子 孩子教育要從小就要給他扎根 而且現在很缺乏這個生活教育 品德教育這個區塊 他剛好就講到說有這個訊息 所以我就想說去看看 結果真的去的時候覺得非常的好 我是從這個扇門進來的 其實我不是信什麼 自己本身也沒什麼宗教信仰 覺得說真的這個法門真的很好 然後就陸續一直參加好幾期 他們去那邊會設計一些親子互動的 譬如說母親跟孩子 就是同心協力啊 腳綁腳然後一起行走啊 或是安排幫媽媽洗腳啊 或是餵食啊 那我畫面是不是很感動 那在家裡不可能做這些事嘛 去那邊就 欸這個感覺很好 讓孩子體會說 孝順就是 行孝真的不能等 而且這個動作也可以拉近 就是親子間的距離啊 你說在家裡怎麼可能 孩子會幫我們洗腳 然後去那邊就覺得說 啊這個活動怎麼那麼好 那我們還有一個是 找媽媽啦 就是眼睛蒙著找媽媽 就是看你的感覺啦 或是你摸媽媽的手 像你偏早就摸媽媽的手 就透過這個活動 其實孩子 父母親是孩子的魔啦 真的是魔 孩子 你怎樣孩子看在眼裡 我希望就能夠讓他們學 就是也可以做讓他們學習的啦 因為我跟他們說齁 媽媽也是有錯的地方 那你們就是可以指證沒關係啊 喔呦 我是有時候真的撈刀 是沒辦法克制的 為了他們好啦 在那時候的心態來 不願意因為家庭的關係 讓人看不見 所以 他很認真 讀書 也很努力做每一項工作 就算他二度就業之後 這種態度有完沒改變 每一年他要同過後期 再當老底的生物醫學研究所 繼續做工作 就是因為在學校讀那個 統計中學那個 就是成績非常好 所以舅舅都一直想說 你能夠讀盡量讀盡量讀 那時候想說 在讀大學又花一筆錢 那父母親又不盡責 在那邊其實我有 阿公阿嬤還有舅 他們的愛其實都夠了 都有給 很疼 因為他那時候 外公在經營一家雜貨店 他就把那個條子 貼在那個雜貨店的那個門面那邊 那時候就是考上 國中畢業考上那個 嘉義女中 對 那邊一個村 就是明華村 這個村裡面 還有可以考上嘉義女中 就覺得很不簡單 就貼個紅條子 然後放鞭炮 就這樣子 學校 統計中學的校長又來 就恭賀某某人 某某人考上嘉義女中 就是一直鼓勵我去讀 那時候沒有去讀 他們都說 怎麼沒去讀 沒去讀 因為我不想讀 那時候 那是前幾天才跟阿公說 我說阿公我不想讀 我自己就看報紙 看我那個 因為那時候想說半功半讀 就剛好看到一個建教合作的 又可以上班 可以自己賺錢 那時候就是一直想要不要待下去 因為覺得說 我一定要靠我自己 一定要靠我自己 其實在我過程裡面 其實我有一點就是比較容易 就是 雖然說自卑 但是我可以吃苦 但是我可以吃苦 再怎麼苦 都可以吃 我就是蠻耐苦的 對我覺得孩子還是自己再滑得來 因為那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 那時候工作其實也不好找 那時候26歲結婚 然後隔年就生孩子 然後剛開始是我婆婆在賣那個 賣雞啊 就是我現在的環保站 我現在的環保站 我婆婆在賣雞 那我過來就幫忙啊 以前我也會耶 我也會那個耶 十幾年才把它弄掉 不然現在的環保站 以前是 是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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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入境障以後 就感觸特別多 我想應該跟我走路 其實也有一點關係吧 也覺得說 賣那個好像對生計 那個經濟沒有越來越鬆啦 還是反而就是 入不入出來什麼 這煮一鍋先炒煮好了 等一下帶到環保站去 那個茶點我都要準備一下 不然 怎麼那麼熱 天氣那麼熱沒有 就是沒有吃一點涼的 好 輸坐跟大家看 三個小孩住在家 每一天都要看四夾 加夾和四夾 他都要分配時間 所以下班之後 他的館回去煮飯 接下來參加煮這個活動 現在每禮拜三 夜間環保 他都會住在家裡的 很熱鬆 到家裡去做回收 因為很近啊 樓上樓下而已啊 他太了解我的作息了 沒有他出來做 我不會出來 去哪裡啊 有沒有空啊 然後我就說 不好意思說 沒空 真的有空啊 他說哈 那就走了 有空不好意思說 沒空 對 所以就 慢慢習慣了 就出來了 然後我說 一個月一天 然後 然後 變成一個月兩天三天這樣 很多師姐都是這樣被怪出來 哈哈哈哈 師姐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等一下 我會不會問 你一個雜誌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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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這邊剛好在路邊嘛 如果說至少這個環保站 是不是可以接引更多的菩薩 他這麼多人在做 如果說在我們那邊 是不是 可能就是有限 你是剛好真的在路邊 人家這邊 尿礙望遠很多 看到的話可能就會 自己在家裡有東西就會丟過 當然不是說要東西多 我們當然是越少越好 少來到表示我們人很喜福 其實我們只是在做帶動的工作 就是說地球已經毀壞了 所以必須不能再增加它的負擔 就是大家要洗腹 不要太貪 東西就是需要的 不要買想要的 真的就是之前有一個爺爺 他在收的 不過他都這樣就自己拿去 後來他因為身體不舒服 就說請我們來收 來師姐我們來洗手來 洗手 好 你叫他下來 好 這樣就好了嗎 好 我要續杯 我太熱了 清涼退火 好 來 我請你給我 再多一針點 那個少 快點啦 好 那你不要跟著太小了 想要多撈一點也撈不到 好了 可以了 可以了 你高了沒 不要 為什麼不要好 再續杯 對 我們等一下回向著 對 回向著 這才可以 三分訓 好 大家最感恩 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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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入境藏了 師姐每禮拜日都會去參加讀書會 這個讀書會的第一點 是就用生物醫學研究所的教室 就是為了要讓附近的人可以參加 在當中有博士、研究員和退休的老師 透過閱讀和彼此的分享 漸漸改變師姐對爸爸賣完的心情 好 各位親愛的師兄師姐大家午安 午安 好 聽完就是上人這半個鐘頭的開示 其實 在這個三田裡面 其實那個恩田的部分 其實 我是入境藏以後才會比較感受又深 其實之前還沒有走入慈濟的時候 那是等於就是 這個部分對我而言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因為就是從小的成長環境 成長背景是 就是讓我那一種新的雜戀是 等於就是夠會 很多的夠會沒有辦法去除 那就是跟父親這一段時間 那一種不愉快 對父母的那一種不諒解 其實都是還在 直到就是入境藏這兩個月以來 就是慢慢有一點 就是等於就是能夠 能夠已經能夠放了 就是對父親這個區塊能夠 已經可以能夠放下 對 沒錯 對 沒錯 就是很感恩這一段時間能夠 就是把這個部分能夠驅除 明明明之很難 要一邊看 你要一邊看 有了 很簡單 其實那是 在煮的 黄医生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這個 煮的小姐 煮的小姐這天 我生日 很誇張 這有個蛋糕 這酒是沒有蛋糕在吃 好像有洗出來 感謝小姐 小姐 這個 全部都是 這個小姐 送我來 感謝 感恩 我現在流量 感恩 你不介紹我 這個不像吃虎這個 板橋那個師姐 這個 這個東西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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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寫的 要的原因是 他寫的 我加了一支電話 還有另外一支 兩支電話 這個是我的手機 這手機是有的時候 還要來 我跟他手機叫 我跟他介紹 他自己寫的 我都會想說 他這麼多 什麼事情 我們住在這裡 貴員 都打個電話 他不會常常說麻煩人家 很少啦 偶爾說他有事情要找我 才會打 有什麼事情嗎 有什麼事 有 有 多電話 有 就是一次 因為他 他就是 就覺得說 我們常常看他 剛剛自己說不好意思 他會去買蘋果給我 很難 他叫我來拿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不是說要來幫他 不是他 說對 他說你怎麼要送我們蘋果 沒有啦 哪有啦 那是太意思 那人 他們很關心我 我是說這樣 太意思 表現一下 他也很客氣 我會把它收到不行 你也很客氣 你說要拿著我家 其實我看到伯伯會覺得說 我好像有去看我爸爸 還沒說想說 好像好久沒看到我爸爸了 從這我真的一年去不到幾次 我從過年到現在 過年看到還有 前兩個禮拜跟我先生去 就兩次 你想 維倫子女半年 才看一次父親啦 所以我真的是沒空 而且就是有時候是 那個姐還在啦 但是我每次看到我會上 我會覺得說 好像又看到我爸爸 就覺得好像心又 又 又 又有一點比較釋懷這樣 對 對 因為那個別戶中這幾年 就當下 所以我去跟我爸爸的時候 就比較能夠 就是放得下 最近這幾年 爸爸一個人住在洋媒 叔叔和其他兄弟子媒 都會輪流去看他 平常是 最小的弟弟 每個月都會帶爸爸去病院 檢查身體 好 你看到東西 東西要放在這裡 在我看東西 我讓我去拿東西 我猜brough 也拿出來 我會煮過 你怎麼煮過 怎麼煮過 那你東西要煮過 沒有煮過 沒有煮過 要怕它 有什麼煮過 沒有啦 這煮過 這是煮煮過 你撒滑底 用微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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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買東西 用微塑 用微塑 早的環保袋 用微塑 用白葉豆腐 用微塑 胡椒菇 小黃瓜 用微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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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清水 讓她保護一下 姐姐 現在是不會 她是不會向我們抱怨 但是她有時候會 我會了解她的心情 因為她 爸爸比較沒有照顧到她 對啊 比較年輕的時候 她也會 就不想跟爸爸 很靠近這樣 很接近這樣 我也覺得轉變很多 尤其她自從接觸實際之後 已經轉變很多 因為在 在還沒有接觸實際以前 對我爸爸 是不可能就這麼關心 對爸爸好像覺得 會想要關心她 因為畢竟媽媽不在 對 對 像這個 這樣 爸爸 會想要來 泡 泡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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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心中的石頭 就掉了一些掉 就可以比較 又能夠更釋懷 就 持續路會走得更輕鬆 就不會再因為說 你自己家裡的事 自己的身邊事都沒有做好 你要怎麼樣去關懷大愛 對 因為做環保 育女師姐 轉變自己的心臉 開始體諒爸爸的立場 他感恩爸爸 給他死命 給他今天 可以做主桌 現在 宿舊帶到三個兒子 和生死 肯定去學校 看他的爸爸 給他感受到 家裡人的關懷 草根菩提 很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